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生 是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在报社 在台湾时报在民众日报的时候的 我长官也是同事 退休一后 前两年写了一本叫做《薄魔碗》 前篇小说得到这个 顾宽敏他们办的这个 台湾这个历史小说 大奖的这个得奖 那么今年他又出版了这个 教王这五金水的故事 那么教王五金水的故事 当然就是说 京城王五金水的这个 所谓清革合设计时代 台湾的京城 小爱一本期创造的奇迹 那大家来当天呢 他准备了一百多本的书呢 再签书竟然都签完了 找不到签就对了 你说该叫看到这个情形 那那天也该当时呢 曹启宏前现场 屏东县的曹启宏前现场也来参与了 屏东中文系的 屏东大学中文系的 系主任余昭文教授呢 也来主持啦 八哥也出席啊 那么和作者李旺台呢 做了非常精彩的一些对谈啊 大家也听得很兴奋啊 不但是这样啊 包括教王吴正瑞 吴正瑞原来的长官啊 许伯源就是宋美林派的大将啊 后来被奖金国堕垮的呢 许伯源先生的这个外孙也来到现场 那我们很惊讶 袁先生啊 他也做了一场很精彩的 他外公许伯源的一些花园啊 当然屏东香蕉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 还有这些研究中心的主任都来了 非常难得的一个签署会 非常难得的一个内容啊 但是好像科学一点而已 就是说那天竟然 PowerPoint的这个画面都有准备啊 那就是没有准备麦克风啊 没有准备麦克风的结果 如果人家用手机拍这些影片要上传呢 声音像是谁听不清楚啊 所以大家很遗憾啊 你传到YouTube去呢 YouTube的那个声音啊就不够大嘛 那么当天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呢 其实花哥准备了两天啊 当天呢 花哥已经算讲很多了 但是呢 主要的内容还是还没讲到 所以干脆呢 延续这本书的精神啊 花哥要来讲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平常在我们周遭 每天都有喝到还是吃到的东西 但是这东西呢 跟台湾的殖民史啊 在全世界的殖民的殖民帝国 殖民史很有关系啊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关于茶叶 香蕉 甘蔗 咖啡 和殖民史啊 诶 花哥你讲 茶叶 咖啡 香蕉 甘蔗 这个都和人类的殖民史有关系啊 我说你不知道吗 从个人部大交换的时候呢 他刚开始的是想要找两种东西啊 个人部为什么发现新大陆 当时要找两种东西啊 第一种叫做香料 因为欧洲人从东方得到了 从思路的那个陆地上的这个落头上 走很远 才到印度东方这个地方 然后得到一些香料 这些香料运回到欧洲去呢 价值连城了 因为当初的皇室啊 贵族啊 都要用到香料嘛 胡椒啦 这有名 那胡椒现在都没有香料啊 黑胡椒牛排大家都 那有什么香料呢 但是东西 豆蔻啦 胡椒啦 这些东西呢 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啊 到后来不但是对这个 这个贵族很重要 对什么很重要呢 你想想看 在欧洲呢 是养很多的牛 很多羊 这些东西嘛 牛羊到了欧洲 那是冬天下雪啊 牛羊会 会冻死啊 猪啊 牛羊啊 会冻死啊 所以他们在秋天的时候 就要把这些牧畜宰沙 把牛宰沙 羊宰沙 猪宰沙 然后要做成各种辣肉 或者肉类呢 能够过冬啊 冬天可以吃啊 不腐烂 不腐烂掉 那除了盐巴以外 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了盐巴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香料嘛 你想想看 做这个火腿 做腊肠 做肉干 如果加上香料 加上胡椒 加上这些啊 这个其他的豆蔻 处理以后 八角这些处理以后 那个肉类 当然变成很美味啊 意大利香肠 意大利火腿 法国的这些辣肉 这些东西 当然都是变名产啊 所以胡椒变得很珍贵 但是胡椒以前 是用骆驼 陆地上 经过阿拉伯人的商队 这样运过来 那成本太高了 所以当航海开始 新奇的时候 他们就想说 哎 做船去呢 恐怕更近吧 所以就开始 有人开始鼓励航海 要到直接坐船到印度 买香料 结果呢 其中一个叫哥伦布的 这个大胆的笑 就是说 既然地球是圆的 那么我从这边出发 绕一圈回来 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就坐船出发了 结果没有绕一圈 只绕了半圈 绕了半圈到哪里 就是中南美洲 到美洲 加勒比海那里 他以为到了印度 他到死 在死以前他都不知道 他不是 他并没有到达印度 所以现在加勒比海这些地方 就叫西印度群岛 有西印度 当然就有东印度 东印度是在哪里 东印度就是今天的印度 印尼 这些史利兰卡这一代 所以哥伦布到达的地方是西印度 他原来是要找印度的香料来的 和印度洋的香料 全找香料来的 除了香料以外他要找什么 他要找人间最珍贵的东西 叫做黄金 他为什么要讲黄金 因为他念了马可波罗渔记 马可波罗渔记 讲到印度这一代 他其中一个应该是讲日本 遍体都是黄金 所以哥伦布才出发 就是要找香料找黄金 再到海上探险 结果误打误撞到了美洲 发现了这个 好发现了美洲以后呢 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大事件 第一个大事件是什么 欧洲人当初的传染病 天花这些传染病 欧洲人 天花当然当初也死了很多人在欧洲 但是没有死的人怎么样 没有人死的人 他就有了免疫力 所以他不会变成重病再死掉 但是他到达美洲 有那些印第安人 几万年几十万年来 都没有和欧洲的白人接触过 这些病啊 使得白人有免疫力以后 但是到了印第安人那边 没有免疫力啊 整个中南美洲这些 印第安人 只要被碰上白人 被传染到病了 死 死鬼皮的就对了 有些岛啊 有些岛啊 有些岛本来有 一百多万的印第安人 短短的十五年内死到 剩下五百个人 你看多恐怖就好 比现在武汉会员更恐怖 所以呢 大量的原来的 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的这些 印第安人死掉 那么人口空掉了 工人部以后的大交换 以后陆陆续续来的探险家 来到这所在呢 找不到黄金啊 找不到黄金啊 倒是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烟叶 Tabago 找到了雪茄 找到了辣椒 找到了很多Potato 马铃薯 Sweet potato 番薯 黄地豆 很多的可以食用的粮食 还有很多的其他在欧洲没有的动物 弱马这些 火鸡这些 好 这些东西就用回欧洲去 欧洲有的东西 牛马这些东西呢 运到南美洲来 这个叫做哥伦布大交换 哥伦布大交换以后呢 航海这个路线就打开了 为了其他的物质呢 虽然没找到黄金 但是找到了马铃薯 救了欧洲人的人命 人口 没有饿死了 找到番薯呢 救了亚洲 救了菲律宾 救了中国 甚至救了台湾 有了番薯以后 就不再饿死了 就算饿死的人 也是局部地区啊 这个是大伦布大交换的成果 好 刚开始是 交换这些粮食 可以吃饱不要饿死了 到后来是什么 当然要交换一些享受性的东西 这些享受性的东西 又可以吃饱 有的时候就算是吃不饱 也可以变成日用品里面 不可缺少的精神和感官的享受品 这是什么 茶叶 香蕉 甘蔗 咖啡 好 按照顺序我们来看 茶叶这种农产品 为什么会变成世界级的 这样子的一个流通的世界殖民地的象征 好 发哥以前讲过 专门讲过茶叶 很多年前啊 我在绿豆这个时候 在快乐电台的时候主持节目 就讲过茶叶的历史啊 全世界的茶叶 经过植物DNA的检验 全世界茶叶是从哪里发源的 全世界的茶叶都是从中国的云南发源的 云南省啊 从云南省以后才传出到世界去 走出云南省 在中国各个省份种植 变成不同的茶 在武夷山变红茶 或者是铁观音 然后呢 一到台湾就变乌龙 淡淡 在云南留在那边 用手茶的方式制作的 叫普洱茶 好 在中国以后 中国一直在清朝以前 都还是茶叶不准销出去的 国家管制的产品啊 日本人后来有茶叶 是因为隋唐时代 现在留学生 这个留隋生和留堂的学生 留学生 其中有一个和尚啊 初时到浅唐时啊 偷偷把茶叶戴到帽子里面 偷偷偷偷出去啊 偷了三次才栽种成功啊 他现在是日本人拜的茶审啊 中国偷茶叶出去的 茶叶到西方人开始偷出去 那是十八世纪以后 英国的一个植物学家 请了一艘船啊 沿着长江流域往上去呢 偷偷偷了茶叶的种子 放在这个植物箱里面 把它偷偷运出来 然后开始把这个茶种传出去 传到哪里 传到英国当时东西东公司 已经占领了印度 把印度当殖民地 他在印度的一个省 发现了种茶叶 长得非常好 这个省叫做阿萨蒙省 就是印度阿萨蒙红茶的来源 从阿萨蒙 印度 当时孟加拉还没有独立出去 这个都英国的殖民地 在那边种茶 一直到一百年前 这个地方都是英国殖民地 用殖民当初的印度人的人工农夫 去替他种茶叶 殖民的开始 殖民就是用他的殖民地的人工 去替他种茶叶 种茶叶的结果 为什么要种茶叶 很简单阿 因为英国人那个时候 原来是进口茶叶 从中国进口的 所以茶叶你看看 茶叶如果从南方的泉州港 我们很多人的地方 泉州全州全州吹去的 那个语言到了欧洲 叫做茶叶 这个茶叶 茶叶 所以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都说茶 你知道吗 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 对茶叶的 有一个花音叫做茶 意大利文 茶 然后如果是从陆地上 从湿路出去的 甘肃城 北上 北上 从这个 走这个 充林 这个中亚 然后到阿拉伯世界出去的 那个是 北京英阿尔泰系的语言 叫做茶 茶 就后来就变成叫做 替 所以英文里面那个替的 那个茶叶是从北方 按照思路过去的 从海岸出去的呢 这个西方语言 茶叶就叫做得 到现在欧洲 对茶叶的花音还有两个系统 一个称为叫做T 一个 一个 花音叫做得 所以茶叶变成了殖民地的物资 英国人在这里种茶以后 英国又刚好工业革命以后呢 那些 那些 那些贵族 和那些工人 为了供应 剥销工人 要喝奶茶 喝奶茶 才有办法贡献他的劳力 所以到下午 当时 是吃两餐而已 早餐以后就吃晚餐 但是工人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中间没有吃东西 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那就干嘛 就喝下午茶 就是牛奶茶 再加一块白面包 工人 喝完下午茶以后 就可以继续工作 茶叶变成 英国工业大革命以后 重要的物资 他没有办法 用很多的钱去中国买 他就自己种 就殖民的开始 茶叶的殖民是这样开始的 那是什么样子 快乐连保邦 快乐狗狗饼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佩鹅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连保邦 家族旅游 员工旅游 公司工厂交通车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 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你的问题 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观光旅游 工厂交通街坡 各式活动用车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客服务 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从8人坐小巴 到43人坐游览车 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 评价优惠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 07.831.9037 831.9037 在宿多便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 親情 思业 心情 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这座火象门 我们要睡前 念火象门 火象门 让自己的安全贅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这里可以跟您免费来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二三三 真编时事 掌握社会脉动 请听你的声音 最用心的电台 提供给你最丰富多元的讯息 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导 全国性议题 地方性议题 社会关怀等 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 因为我跟听众听到的呢 快乐联邦旺 这是一个上海快乐的地方 下音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旺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 法哥呢 法哥今天所讲的是 茶 香蕉 甘蔗 咖啡 和殖民地的历史 殖民史 刚讲到茶的殖民史 茶叶 因为茶叶 英国人为了自己种茶叶 为了从中国偷茶叶 因为茶叶的贸易 使得中国和英国的贸易逆差 而英国人不得不去种鸦片 用鸦片来卖给中国人 然后来平衡这个大量进口茶叶的情况 结果引爆了鸦片战争 你知道吗 亚洲的整个大改变 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然后到了这个茶叶 因为美国 这个英国人 当时美国叫十三州 为了纳茶 这个英国为了抽 美国十三州的茶税的问题 搞成了美国的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 你看这个茶叶影响多大 影响了亚洲和整个美国的诞生 好 茶叶以来 刚刚有讲过了 西方人喝茶加糖 你知道糖是很珍贵的东西吗 台湾的开发史和甘蔗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和糖有关系啊 台湾最精彩的时代 是从荷兰时代开始嘛 和台湾有几千上万年的历史啊 但是正正有文字进入到世界舞台 是荷兰时代开始啊 荷兰会在台湾 占台湾当港口是贸易啊 贸易开始 荷兰人会想要在台湾定居下来 把它当殖民地 主要是甘蔗的关系 糖的关系啊 糖很贵啊 当初在欧洲很贵啊 但是糖是不可或缺的食品啊 当时糖已经变成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啊 糖这个甘蔗的原产地 是在新吉内亚和印度的南部啊 然后再传到南洋去 然后再传到东边 传到中国去啊 好 甘蔗东西发现了糖以后 茶叶喝茶配糖 诶 就是糖需要 然后做糖果 然后做各种东西 到现在人家讲 你吃到了甜头 人类开始接触到糖果以后 就放不掉了 吃到甜味以后 就迷上了 同样的欧洲贵族呢 糖变成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茶叶开始很贵的 被英国人去移植到印度去 变殖民地的植物以后 第二个当然就是甘蔗啊 甘蔗就被移到哪里去开始殖民呢 除了亚洲的殖民地以外 最重要就是在中南美洲 西班牙葡萄牙人 大量的呢 把甘蔗引进到中南美洲去种 叫谁去种 叫黑奴啊 从非洲买过来的黑奴叫他去种甘蔗 所以中南美洲哪一个国家和甘蔗没有关系 每一个国家都和甘蔗的殖民史有关系 古巴这些都是啊 从甘蔗产生的莱姆酒 会从古巴这些来都是 都是因为甘蔗的关系啊 中南美洲会有那么多人民都是黑人 是因为甘蔗的关系啊 美国的黑人是因为棉花的关系啊 好在中南美洲为了这个 把这个死掉的印第安人的人口的缺补上 就到非洲去买黑奴 黑奴来就叫他种甘蔗 一辈子在种甘蔗 种甘蔗就是压榨那个糖 糖然后松松到欧洲去 供给那些贵族阶级 高等的阶级 到后来连工人阶级 喝下午茶都加糖 所以甘蔗变成了另外一个殖民史的开始 而且是全世界很大的殖民史 刚开始在中南美洲种甘蔗 把黑人运过来种甘蔗 到后来去占领非洲干脆将近 就在非洲把黑人全部他去种甘蔗 在非洲殖民叫做种甘蔗 生产糖 所以呢第二个殖民的大污汁就是糖 就是甘蔗 好有了茶 甘蔗有了糖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东西也是要和糖配在一起 才有意思啊 那个东西叫做咖啡啊 好全世界的咖啡 产在哪里 發哥讲过了 全世界的咖啡 经过这个DNA的追踪以后 全世界的咖啡都发源于伊索皮亚 非洲的伊索皮亚 而且是在伊索皮亚的一座很大的森林 叫做咖啡森林 所以今天我们讲咖啡叫做咖啡 咖啡来 从非洲开始发源 刚开始的时候 非洲呢 大家是吃那个咖啡豆啊 甚至是用那个咖啡的叶子去泡茶 那到很后面才知道 发现咖啡的最精华的地方是在那个种子 刚开始做咖啡的时候 也不是用泡 像泡茶一样泡来喝的 还没有发现咖啡烘焙以后变那么香啊 是用嘴巴 拒绝那个咖啡豆 和咖啡的果肉 吃了以后发现了 晚上很兴奋睡不着 变成很有精神 所以呢咖啡是这样子 几百年的时间都是 吃咖啡的果肉 用嘴巴的咖啡味道啊 要传到阿拉伯世界以后才发现啊 欸 生的咖啡 如果把它烘焙 把它烘焙干燥以后 烘焙熟了 炒像炒豆子一样炒熟了以后 有够香啊 好香啊 然后那么香啊怎么吃它呢 因为咖啡豆你炒香了 有些这么硬也搅不动啊 把磨成粉泡成茶 喝下去了 敢要焚它啊 天下有这么好喝的东西 就好了还会提神 所以咖啡 泡成咖啡就产生了 在这个时候咖啡还是 如果没有加糖还是苦的啊 你知道吗 喝咖啡的人都知道啊 这个 刚开始谁要喝这个黑咖啡啊 刚开始 学习喝咖啡的人都嘛 黑咖啡 咖啡泡好 黑咖啡油再加那个牛奶 奶精 奶球再加糖 哇 有点好喝的呢 香啊咧 喝酒了 有慢慢发现说 加糖把那个咖啡的香味破坏掉了 加牛奶把那个咖啡的香味搶去了啊 才恢复喝黑咖啡 所以发哥 大家真正懂喝咖啡的人都喝黑咖啡 喝黑咖啡对身体最好 在这里就参差一句呢 如果你要喝喝台湾的真正的黑咖啡 那你就打0983468356这支电话 0983468356 这是屏东大午餐咖啡 好 咖啡是经过阿拉伯世界传到哪里呢 传到土耳其去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咖啡经过非洲 然后呢 传到阿拉伯世界再传到欧洲 你知道第一个在咖啡里面加很多糖的人是谁吗 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发现咖啡弄熟了以后 磨成粉以后 要加糖 葡萄牙人有多夸张呢 到现在有的时候还这样呢 一杯咖啡要加糖 加到那个汤匙小汤匙 插到那个咖啡杯里面 不会倒下去 那你看看他加多少糖 一杯咖啡有三分之一是糖 所以呢 咖啡在那个时候传到伊斯坦堡 全世界第一家咖啡厅就是在伊斯坦堡 然后呢 加糖 噢 变成风行起来 整个欧洲风靡起来 但是欧洲是天主教国家呢 这个咖啡是从阿拉伯世界传过来 从土耳其过来 从埃及那边上来 这是伊斯坦堡 这是伊斯坦国家呢 当时伊斯坦教徒和这个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是死敌啊 明知道咖啡很好喝 但是呢 只能偷偷喝 因为天主教国家禁止你喝咖啡 因为这是异教徒的东西 但是实在太多人偷喝了 结果有个教皇啦 匹夫欺世呢 叫他说 大家说咖啡很好喝 而且都说是魔鬼带来的 拿来我喝喝看 弄杯我来喝喝看 人家就泡了一杯咖啡给他 加一点糖 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啊 喝了这杯咖啡 实在是太享受了 简直到了天堂啊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只有让那个魔鬼的异教徒在喝呢 我们也要喝啊 但是喝以前要把魔鬼赶走啊 所以教皇下的命令 天主教的神父 这些天主教徒 都可以喝咖啡 但是你喝咖啡以前 要念把那个圣经里面 那个天主教叫玫瑰金 把玫瑰金念一段 把魔鬼赶走 你就可以放心喝咖啡 所以咖啡传到欧洲的时候 你要先念圣经才能喝咖啡 天主教开始是这样 这个咖啡在后来传到哪里 传到英国的伦敦 伦敦那些 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港 那时候 进来的期货 这些人谈生意在哪里谈 就在咖啡厅里面谈啊 边喝咖啡边谈 咖啡厅一定有前半段 前那个店的一半 前半是让你喝咖啡 后半就到后面去谈生意 全世界的咖啡厅就模仿 倫敦的咖啡厅的样子 到今天 全世界咖啡厅 你看台湾年轻人 8点9点我不太看到年轻人 10点钟我起来散步散步走一走 又要回去睡觉 全部那个咖啡厅在走完外面 全部年轻人在聊天啊 咖啡时间才开始哈拉 10点以前他们在家里玩电脑 玩手机 就是咖啡让他们提神啊 让年轻人有活力啊 我们老头子就不行了 要去睡觉了啊 好咖啡因为太迷人了 这个产量太多了 然后太多人喝了 这个价钱太好了 然后就开始把咖啡 移植到中南美洲去种 所以你现在看全世界经典咖啡 都在中南美洲 巴拿马 挂地马拉 然后巴西 对不对 辛巴克的咖啡 就是整个都是巴西的咖啡员 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员啊 那你知道种咖啡 咖啡豆是怎么成熟的吗 咖啡豆一长串的咖啡豆 里面是一颗一颗成熟的呢 要用慢的呢 要花那么多人工 那要干嘛 就是用殖民地啊 就是用黑人去种去摘啊 用奴隶工去摘啊 所以咖啡又成了另外一个殖民的统治的一个象征 好最后面的是什么 最后面产生的殖民地的浓重就是香蕉了 绕了一大圈才回到我们原来的交往吴贞瑞了 香蕉呢 刚开始是英国的文化在十八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呢 英国人的占领了全世界的海洋 全世界海洋的强权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呢 英国人在海洋上的强大被一个国家取代了 这个国家是他们安格伦萨克森民主的下一代 叫做美国人 美国占领了太平洋大西洋的海洋霸权 占领了海洋霸权以后呢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也慢慢变成美国文化 到二十世纪大战前后呢 就开始风行到全世界了 到今天美国最有名的几个食物代表 对不对 麦当劳 炸鸡 麦克斯 麦当劳 还有这个肯塔基炸鸡这些 就美国食物的代表 当时美国文化里面早餐吃什么 早餐吃大麦克香蕉 配备咖啡 或者是配备牛奶泡麦片 这个变成他们美国文化的早餐文化 全美国两餐一人 然后在美国文化圈影响到的地方 大家吃香蕉的结果要多好香蕉 香蕉就变成一个殖民象征了 香蕉变成殖民象征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地方 当时美国一百多年前 最有影响的地方就是中南美洲 门楼主义以后呢 中南美洲 美国人都管他的事情管得很远 好要在中南美洲种香蕉 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 成立的联合水果公司 大得不得了 私立大得不得了 要做香蕉要很看土地去做香蕉 要跟很看土地才有做香蕉 要用最小的阶级 拿到最大的土地 用最多的能力去做香蕉 结果本来是简单的香蕉的事业 变成了殖民地的势力 变成帝国主义 美国去干涉中南美洲这些国家的政权 培养他尽管的人做总统 然后用国家利益输送 把土地拿去听美国的话 联合水果公司就叫当地的总统 当地的农民去种香蕉 很便宜卖给美国 美国的市场消费再消到别的地方 它影响力可以到达的地方 所以到今天为止 中南美洲另外一个 称号叫做香蕉共和国 什么叫香蕉共和国 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 表面上已经受美国影响 议会政治、民主政治 但是呢 还是民主的独裁 像香蕉一样 外皮是绿的 别的颜色 打开以后里面是白的 好 这里面才绕一大圈回来 绕一大圈回来 茶叶、甘蔗、咖啡、香蕉 变成殖民地的象征 那么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跑到台湾来呢 台湾这四个里面 有两个 变成日本人的殖民统治的 一个最大的象征嘛 一个叫甘蔗 一个叫香蕉 为什么甘蔗和香蕉 变成日本殖民地 殖民台湾的象征呢 来效果叫甘蔗 甘蔗武漢 快到年报榜 世俗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 親情、需要、身体 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家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分享文 我们如果要睡前 分享给自己的 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 会比较平静 免费给你个人 碰起三三五 数理三三 阿公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 不能太快从这里走 太危险了 知道啦 还有那个绿的秒数不够 不要走 下次再通过 阿公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老公 小心 好 你卡车没弄到 以后我一定要摔摩 是啊 不理让行人 汇罚一千二到三千六百元 路口慢看停 行人优先行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注意用路的安全 沾边时事 掌握社会脉动 请听你的声音 最用心的电台 提供给你最丰富 多元的讯息 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导 全国性议题 地方性议题 社会关怀等 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 永远跟听众 听到的呢 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 不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茶 香蕉 甘蔗 咖啡和殖民地史 好多人说到 说了 绕了一大圈 讲了茶叶 讲了甘蔗 讲了咖啡 讲了 最后才讲到香蕉 好日本啊 是亚洲第一个 拥有殖民地的国家 是全世界殖民地历史里面 最后一个殖民帝国 就是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的开端 当然就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 日本人进行了明治维新 学习欧洲西方的政治制度 议会制度 在天皇 明治天皇的领导之下 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 变成现代国家 日本变成现代国家以后 什么都学欧洲 什么都学美 欧美是他们模仿的对象 叫做脱亚入欧 脱离开亚洲 变成欧洲先进国家 其实所谓脱亚入欧的亚 不是亚洲了 人家说脱亚入欧的亚 是讲中国 因为日本历史上 一直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实面 向中国学习文化 包括日本人的 评甲民 骗甲民 都是向中国的汉字学习以后 为了汉字太复杂了 最后太难学习了 所以将汉字简化才变成评甲民 骗甲民 连文字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 所以前一千多年的时间 日本人受到隋唐文化 这些宋朝的文化这些影响 是非常明显的 日本人也不否认 日本人就很快乐地接纳 好可爱有这个汉衣的传记 英雄的案子不能文化 所以日本人都要开戏 透过这个汉衣 他们的这些天皇身边有学问的大臣 也开始念四书五经 他们也开始知乎哲也 一直把中国 误以为像鲁家讲的这样 很孝顺的 很忠心的 很有忠义精神的 齐家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国家 圣人的国家 你不能认识得力认识 形成他们的武士道精神 他不知道中国人讲那个是 在中国是讲假的 日本是真的去实行 一直到培离舰长 美国的黑船事件 开了几炮以后 日本才醒过来 蛤? 咱锁国两三百年的过程里面 中国文化早就已经落后了 西洋的欧美文化已经进步了 他已经有弃船了 他已经有大炮会打那么远了 他不然脆过来 开始学习欧美的东西 开始把中国的城府的东西把它统统丢 学欧美的东西 在明治维新 结果呢 发生了几场战争 第一场战争是最小的 就是来打台湾 就是牡丹舍事件 日本人明治维新训练的第一批军队 现代化的军队 对外战争 第一场战争就是打台湾 接着后来打朝鲜 接着后来呢 发生甲午战争 打清朝 都把朝鲜 把清朝这些国家都打垮了 接下来又越大了 接下来他打了日俄战争 把俄国这么大帝国也打垮了 接着再打了第一世界大战 他也打赢了 日本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膨胀 因为打甲午战争 拥有了台湾殖民地 这是日本的第一块殖民地 第二块殖民地才是朝鲜 韩国 在第一块殖民地里面 台湾是热带地区的岛屿 日本人说 美国人早上吃香蕉 香蕉变成一个殖民象征 美国人在吃咖啡 加糖 美国人在吃这个 红茶 英国人在喝红茶加糖 他们都是这个进步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学习 所以日本人开始 从台湾开始种甘蔗 种了甘蔗的糖运回日本去 做成麻糬 配咖啡 和果汁 油缸 通通用糖 而且这些糖都是我 日本第一次从殖民地 叫台湾的农民去种种甘蔗 让我们炸成糖又运回日本去 很光荣啊 这是我们从殖民地得到的 掠夺到的物资啊 代表日本也够强大了 和欧洲一样 我们也有殖民地可以产糖 所以就在全台湾各地种甘蔗 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 花莲连台东 平原地方都种甘蔗 成立朱式会社 成立制糖的会社 成立现代化的糖厂 大量的生产糖 第二个呢 开始在台湾种香蕉 这我就开始接 接到了这个地气交往 吴振瑞的小说故事 日本人开始在台湾 成立香蕉实验所 他为什么要成立香蕉实验所 两个原因 第一个香蕉虽然是很容易种 然后呢很容易就收获了 在热带地方 但是香蕉也很容易得病 香蕉如果得病了 如果没有管理好病菌 整片都死光光 所以他必须成立香蕉研究所 去培养那种比较抗病力 比较强的香蕉 不会感染 枯叶病死掉 第二个呢 香蕉 那个大麦克香蕉 已经绝种了 也是因为病菌的关系 在中南美洲 那个品种绝种了 日本人要在台湾 培养新的香蕉的品种 中南美洲开始种华蕉了 那么在台湾 要种怎么样的香蕉品种 所以他成立了香蕉研究所 产生那种抗病力特别强的香蕉的品种 那我的香蕉呢 在台湾的土地上市合成 高科重而已 高科重 一定要记 日本人要保佑的香蕉 不可以最大条 吃起来的这 日本人的嘴刚刚好 不像美国人嘴这么大 这么大圈 吃了这么大圈的香蕉也不爱 小小条 好啊 日本人来 早人吃的小小脆 吃的好吃 也好看 也好比较甜 比较Q 他培养了台湾香蕉的口味 适合 日本人口味的香蕉啦 你觉得很好笑 没好笑啊 文化就是这样交流的 你在日本人吃的 日本料理跟台湾人吃的 日本料理不一样 台湾人跟日本人的料理 材料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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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改良成台湾人的 台湾人的口味啊 你没感觉吗 台湾拉面和日本拉面不一样啊 我们去日本拉面吃的时候 那种味道 回来台湾以后吃台湾的拉面 台湾的拉面好吃 为什么 它已经适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了 香蕉也同样 日本人同样啊 在台湾煎香蕉 方便对啊 但是它要 病虫害少啊 它要符合日本人的香蕉 这就接上了交往吴振瑞 就在台湾大量的种植香蕉 然后外销到日本去 就不让去 日本的香蕉 在台湾整香蕉 越前越多的时候 正在发达的时候 战争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 影响日本很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要在台湾 种香蕉 它为什么不从菲律宾买 不从中南美洲买呢 中南美洲买香蕉 要运过太平洋啊 京洲 东西的航运没那么发达 如果从中南美洲买 运到日本已经滑了 这菲律宾买不合啊 当时菲律宾还属于美国的 不是日本的 所以就在台湾种 但是碰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人在台湾 研究香蕉的成果 非一旦 没有外销了 原来是大量大量的 又往日本去 虽然经过日本人都剥削 但是种香蕉利润还不错 但是那个黄金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结果国民党来了 国民党来了 民国三十四年到民国三十九年 这五年了 台湾的香蕉荒汇了 因为中国人来的时候 中国那边 虽然也有买香蕉过去 蚁门啊 厦门这些地方 但是呢 它的量有限 而且是中国在战乱之中 最重要是那个技术 没有办法用轮船 在那个清果 就是清的香蕉 用香蕉运到中国去 你知道香蕉一熟了用 那拌得很快 一切就拌得了 当时还没有冷冻的技术啊 所以国民政府一直到四十几年 民国四十几年 才慢慢发现这个香蕉 可以在台湾好好的种 可以外销到日本去 可以赚很大的外汇 而且已经发明了 所以说香蕉差不多 刀搭在的时候 快把它挂下来 挂下来 用竹笼子把它运出去 到日本刚好熟啊 那么所以清果合作社呢 就成立 成立以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 淋淋落落 因为民间的清果和那个 整个这个香蕉的垄断权 被这些商人啊 卖香蕉的商人啊 垄断啊 焦农赚不到那个钱啊 赚钱的是 那个做贸易的人赚钱啊 焦农就是奉献劳力而已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 不四出的英雄啊 这人叫做五金水 他独特的敏锐的观察力 而且头脑第一流的 他念到熊中毕业本来是保送台大 他家里没有钱 再让他经验台大 他爸爸也不让他经验台大 就回来耕田 因为耕田认识了日本的 香蕉的这个研究所的人 然后就意外地 进入到日本香蕉研究所 得到了香蕉的知识 台湾被国民党占领以后呢 慢慢的香蕉呢 开始种植起来 吴振瑞刚好接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逐渐地在清果合作社里面冒出来 然后呢 开始呢 大力地去争取 因为他是 来自平民的家庭 所以呢 他看不习惯 农民种香蕉 种得那么辛苦 农民种香蕉种那么辛苦 结果被剥削 中间赚的都是 担杂母 这些很有名的 这些 这些有名的人物 担杂母不是 不是杂母的呢 他是杂母的呢 有名的有钱人呢 他什么出名的 他是他死了 有儿子 闹财产 分财产分不平 他的尸体 放在家里 没有办法进到坟墓里面 好几年呢 是这样轰动起来 在电视里面 轰动起来的呢 当时他是 亲口合车社里面 大权一把抓的人物 吴振瑞在这个时候去争取 刚好碰到了 宋美龄派系里面 许伯源 松伯的伯 原发源的元 许伯源 双雷许 宋美龄底下管外帽 这个人是一个开明的 一个官员 和吴振瑞呢也谈得来 也听得下去 所以呢 吴振瑞就要在争取 农民出卖劳力 全让那个中间商人通通剥削 这没道理 结果呢 吴振瑞去争取五五字 五五字是什么 好 蛟农 所生产的香蕉 百分之五十 让那些商社去卖 百分之五十 蛟农自己成立 清口合车社 直接卖到日本 老那个钱直接交易 蛟农赚更多的钱 那时候蛟农 赚到什么程度呢 在屏东 在美农 在奇山 内门 一直到南投 台南 这代的香蕉 什么程度呢 10月31号上礼拜六 这个做签署会的时候 有一个 他爸爸当第一批的 那个检验香蕉的检验员 他讲 他家里就是这样 很简单 他举个例子 当时的公务人员 一个月的薪水 也不只有四百五十块 精神工人员 小学老师 比较好的 一个月薪水是七百五十块 你知道他家 这个沙铺地里面 种了三百颗香蕉 一年收入多少 一年收入三万块台币 一年三万块 一年三万块 等于一年 一个月将近两千多 将近三千 小学老师的薪水 一个月七百五十块 种香蕉 种三百颗 一个月 两三千块 将近三千块 你看到那个是不是黄金的 香蕉的黄金时代 结果就大量的台湾的香蕉 就开始蓬勃发展 变成香蕉 这整个香蕉王国 其山到处种满香蕉 因为香蕉而致富的人 越来越多 每一家人都开始 把家里的 原来是头嘎嘎嘴呢 用泥土服的黄子呢 赚了钱以后一间一间打掉 开始建砖瓦屋 有些建了洋黄 裸黄 其山变成全台湾酒家密度最高的地方 那些赚了交农赚了大钱的人 都穿着沾有香蕉织的黑黑的衣服 上酒家酒家你最欢迎 就这样子 蓬勃的发展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 结果这笔钱受到了妒忌 国民党里面政治斗争的结果 蔣经国派斗倒了宋美龄 宋美龄派 把许伯源因为这件事情把他扯下 因为这件金网案金碑案啊 整个吴正瑞也因为被连累 然后清国合作社这些总干事这些 干部通通抓去坐牢 许伯源也被取消了这个官员的位置 连退休金都没有 但是吴正瑞从被抓去坐牢以后 台湾的香蕉一头就摘下去了 变成整个香蕉一卡车一卡车 送到河里面去盗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那些香蕉的贸易饭 都是吴正瑞的好朋友培养起来的 吴正瑞被国民党关日本人的 武士道精神的意气 喝杯不可以再买台湾的香蕉了 专对菲律宾去买了 从此日本香蕉市场完蛋了 到今天都还剪不回来 法国现在在广播 请你多吃香蕉 因为现在香蕉价钱低到 根本就连成本都没有 但是香蕉是最好的水果 我们打箭有的时候呢 打箭累了半死的时候 打得很累 就是喝水 然后就吃一根香蕉 体力就恢复了 你知道它有多丰富 好 法国今天就讲 把茶叶 甘蔗 咖啡 香蕉的历史 和殖民地的历史 整个和大家讲了一段 这些都是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东西 但是你都不知道它的历史 你在早餐吃饭的时候 晚餐吃饭的时候 讲给你念小学或者国中的儿子听 不要让他不知道台湾的历史 不要不知道每天吃的东西 从哪里来的历史都不知道 尖叫的地形 多谢烈收听 明天再感谢期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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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